裴公,报仇去吧,别忘了你我的约定啊,谢湘将军 刘邦被自己的兄弟背叛,不仅霸占了城池,而且还绑架了刘邦一家老小,奈何刘邦兵威将寡 仅凭他现在的实力很难与之抗衡,于是他就想找项羽借兵攻打庸耻 让刘邦没想到的是,项羽只是简单地打了一声招呼后,便把他们安顿在了马厩 这对刘邦等人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 面对项羽这般的冷酷无情,刘邦等人选择了姻缘,因为他知道现在能帮他的只有项羽 当他们来到马厩的时候 此时的刘邦觉得这次来借兵怕是以失败告终,张良劝他反正已经来了,总得要尝试一下 万一成了呢,到了第二天刘邦就第三下四地来找到了项羽 他把自己现在的处境一一跟项羽道来,说自己在沛县遭到了秦兵的攻打 好在凭借着兄弟们誓死抵抗才打退了秦兵 就当自己出城追击秦兵的时候,自己的好兄弟雍齿把沛县占为己有 当下自己跟兄弟们流离失所 最重要的是很多的家眷被关在城里,自己出于无奈才会前来借兵 项羽则是告诉刘邦自己身负军令,岂能随意地调动兵马 刘邦见状便跟项羽打起了感情牌,说这个庸耻竟然为了一点自己的私利投靠了魏王 身为楚人的我们,怎么可能向魏王低头,反正是自己不低头 项羽见刘邦如此的为楚人睁脸,便放下了自己那傲娇的姿态 询问刘邦需要多少人吗 五千 五千够吗 够,足够了 让刘邦没想到的是,项羽竟然失子大开口 借你五千,还我八千 易将军 刘邦的大脑飞速旋转,这才明白项羽的意思 也就是说帮自己报了仇后,所有的人马就要归顺到项羽的麾下 但现在能帮自己报仇的只有项羽,于是刘邦痛快地就给答应了下来 当刘邦转身就要去报仇的时候,又被项羽喊住便开始了砍价 借你三千行吗 行 两千 行 那八百呢 不管你给我多少 只要能报此仇 我都行 那如果我一兵一族都不借给你 此仇还报吗 此仇必报 我此仇必报 项羽见身为楚人的刘邦态度这么坚决 于是借给了他八百的人马 虽然没有达到最终的目标 但刘邦心里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他刚进军营的时候就看到了项家军的强大 一排排的士兵精神饱满,各个扩容整齐 他们这种正规军的战斗力远在他们这些杂牌军之上 兵,我借来了 当众人听后感觉失落至极 因为即便是这八百人加上刘邦仅有的三千人成不了多大的气候 想要攻打沛县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但是如今的刘邦早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一心想着要干雍齿 即便是打不赢也不能让他过得太舒服 第二天刘邦集合人马就要准备去攻打雍齿 当他走出营地的时候,瞬间就被眼前的一目惊呆 只见一排排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项家军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只见刘邦傻傻地愣在原地 久久没能回过神来 当相家军出现在沛城城下的时候 沛县守城的士兵瞬间就慌了 可此时的雍齿还要做最后的反抗 雍齿背后最大的靠山都跑了 自己又怎么能对抗这么多的相家军 于是借着下城查看情况 就趁机溜了 当他骑马准备出城的时候 竟被之前跟随刘邦的手下 给拦截了下来还把雍齿给打成重伤 我带你不跑啊 中共对你如何 这句话竟让雍齿无言反驳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没走几步 就被进城的刘邦给绑了起来 此时的刘邦很是不解 为什么都是